首先要帶大家來聚焦的是 美國的政要當起了財神爺 包括前總統歐巴馬 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還有微軟創辦人畢爾蓋茲 好多的政商名人在推特上寫出 給我1000比特幣 我給你2000的貼文 原來他們是被駭客入侵了 目前最新的情況交給惠平 好的 謝謝新話 這一波這個推特遭到駭客入侵的事件 發生在台灣時間的今天凌晨 而且現在讓大家比較擔心的是因為 他們入侵的是多個名人 還有公司的帳號 我們來看到包括我們剛剛講的公司 像是蘋果或是Uber等等公司 都被入侵 名人像是比爾蓋茲或是馬斯克 甚至連股神巴菲特 還有最近才宣布 他要參選美國總統的 美國饒舌歌手這個Keyn West 他的帳號也被入侵了 而且幾乎是同時間被害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的粉絲 就相信說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呢 而且他們的推文 都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研判可能是同一個駭客組織 所為 他們這個推文就是講說 我現在要開始回饋粉絲 而且是限時限量 比如說他說我限時30分鐘的時間 讓你匯款到指定的網址 而且指定說一定要匯比特幣 像比如說Keyn West 他就說我的回饋上限 就是1000萬美金 那30分鐘之內 你只要不管你寄多少的比特幣給我 我都寄回兩倍給你 比如說你寄1000塊給我就寄2000塊給你 我一定是雙倍奉還 但目前統計發現這一個帳號 推特追查下來發現說這個帳號 這個網址 其實已經只收到了大概12枚的比特幣 大約是台幣三百多萬元 所以顯示還是有粉絲受害的 而且在這一波我們觀察到另外一個這個現象呢 是其實美國的政治圈也有很多人受害 包括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還有他的副手拜登 也就是現在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他們的帳號也出現了這則貼文 但雖然現在都已經被刪除了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這一波駭客的攻擊呢 所有的帳號人數追蹤的人數 都已經是在數百萬 甚至數千萬以上 而且雖然這些貼文現在都被刪除 但是目前根據IP的這個位置來追蹤 我們已經發現說 其實已經很多的粉絲不斷的轉推 這則貼文 甚至現在遠到的印尼的亞加達 都已經有這則貼文了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這波這個受害帳號裡面 川普的帳號竟然沒有受害 那外界就有網友就笑說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川普都一直掛在網上 持續的在用推特發文 所以駭客沒有辦法入侵呢 但是這一波這個駭客的這個事件呢 其實也讓外界開始注意到 推特不是第一次被駭客入侵了 我們整理了他成年的資安漏洞 包括在2017年的時候就發生 Sony還有紐約時報的帳號被駭客入侵 2019年的時候 甚至是推特自己的執行長帳號都被入侵了 而且不只這樣子 今年二月臉書 還有他自己旗下的這個通訊軟體 Messenger這個官方的推特帳號 也被駭客入侵 所以在這波事件發生之後呢 所以推特也被外界認為說 他們一直沒有修補這個所謂的資安漏洞 也導致他們的股價在盤後 重挫了將近百分之四 我們看完這個離奇的事件 我們接下來把鏡頭轉到這個英國倫敦 另外一個很離奇的人物 就是英國的插畫家班克希 他最近就化身這個清潔工到地鐵裡面進行了一場 這個秘密任務來進行一個插畫 主要呢是要希望能夠宣導大家 一定要配合英國政府現在的新規定 在搭地鐵的時候一定要戴上口罩 那這個影片一上傳立刻就引發了話題 第四個部位是新規定的 改變形式 主要是新規定的 新規定和新規定的 前面兩邊的開闊 會不會開闊在這次部位置 請用另一邊的開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